看陈奕迅的演唱会,大家应该留意在Youtube的官方频道 每晚NCOR都会唱一首不同的NCOR曲目 后来慢慢大家发现 其实好像有一个规律 以至讨论25场,每晚都唱一首不同的歌曲 那是否可以唱到25首? 网民估计会否在最后一场将NCOR的歌曲重新唱一次 就成为尾场,也应该很火热 然后这个规律也挺有心思,也算是回顾自己 例如第一晚,大家很记得穿绿色衣服游离分子是他的第一首专辑 1996年了,陈奕迅同名专辑 第二晚,拥抱者分钟97年了,第二个专辑与我上载 第三晚是黄金时代98年我的快乐时代的专辑中 也很有意思,每晚一首 一年后,帮他数了似乎也没有25首专辑 不算新曲家精算 可能唱到第10多晚时又重新在第一首专辑里 第一章专辑重新选择一些歌再唱 第四晚《贝多芬与我》来自1999年 每年一章 天佑爱人,还有第尾首歌 再下来是K哥之王,充满回忆,由2000年去到 由96年到2000年都短短几年间出了很多章专辑 这个是来自《打得火热》的 第一章专辑中,这首相当回忆 另外大开眼界,01年,如是者明年今日,02年 最新恨灾乐和 还有它的endcore部分是 纯粹的展现它的歌声和回忆 很纯粹地在唱歌,没有任何杂质和调避列 唱给你听 乐迷相当开心 最重要的是回忆马上回来 从歌声一幕幕的不同的 画面 在每一个年代里勾起 当时当刻 发生过的事情都会是一一忌气 还有当中有很多名曲 有些可能不太流行,也有一些 流行到不得了 K歌之王和明年今日 网民很期待 又会继续唱什么的endcore部分 甚至 单单这个endcore部分都可以出一个 纪录的光碟 看看今晚又会唱什么歌 另外就是 原来有个构思的 想法也是很大 但是在2018年 构思的演唱会想要做一个4D表演 不单是舞台上高的表演 视角、听角 他还想有一个嗅觉 就是加一些气味进去 例如他唱不同的歌 会滲海风的感觉 然后例如下雨 或者有些气味散发出来 其实如果做到真正 希望他将来的演唱会做到 很想加一些天气进去 陈宁逊说天气是很影响 人的情绪 例如最近凉 大家就不太想开工了 宁愿多睡一会 还有就是大家都很想听他的 talk 因为他其实也挺talk的 偶像在某一些场次 又会有一些新的 想说的东西又会在 唱词里面又说出来 所以 这个演唱会也相当成功的 真的是 一代的 corsion 某一个年代 属于 我们的年代 对吧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回忆 挺难忘的 所以恭喜 进去看每一场 听众 然后大家 很期待很着弱 最后那一场 某一些特定日子的时候 那一场会不会又有 新泳鬼马的事情发生 然后最后就是 因为他经常在好几个场次里面都强调 即是活在当下 现在是good day 所以大家就不要想太多了 享受 现在这一刻 keep yourself busy 烦恼会解决到的 所以我们一个小小重温 本来也想着 就等他那个encore 到处够10次 才说一说 原来 里面有个规律 就是 由第一张专辑 一年一年一张一张 逐首单曲 和乐迷回顾 不知他 大家又会在看未来的哪一场 看看又会撞到 哪一首回忆的歌曲 今集我们一个短短的来到这里 有没有想法在下面留言